在投机站撞击落石出轨 目前双切铺通 普悠玛列车一阵剧烈摇晃后 车子减速停下 列车上乘客都还搞不清楚 发生什么状况 吓傻愣在原地 工作人员紧急下车查看 走近一看不得了 好几颗将近半个人高的落石 就这么砸落铁轨上 让行径中的普悠玛 阴面撞上导致列车出轨 车身也被刮得伤痕累累 双向无法通行 回忆事发当下 乘客心有余悸 要上义务感觉 车子很慌 一阵嘛 所以一定是比较紧张 大半夜 旅客提上大包小包 从铁轨旁下车 台铁第一时间 成立一级应变中心 10号晚上9点多 从台东开往树林站的 455次普悠玛号 行径花莲和平至河中间 疑似撞击落石 导致第一车北边有两轴出轨 万幸的是 车上146名旅客无人受伤 紧急派遣其他列次 区间快车接驳 让旅客继续北上 台铁表示 会先从南澳这边 派列车过去 解剖旅客继续北上 但这一处是当时 是评估是编坡算稳定 后续把所有的编坡在寻衣 事不要再增加一些编坡的告警 此次有惊无险 但就怕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 落石告警系统 还需再次全面评估 经过漏夜抢修 隔天清晨6点 恢复双向正常通车 由于上游余震 该区间列车 一律以时速60公里慢行 403大地震后 影响似乎还没结束 记者刘吉娇 叶文明 范雅乔 花园报道